大家好,今天是2020年8月13号星期四,欢迎收看今天中午的节目 那么今天A股上午是一个继续调整的表现 需要注意的是,互生两市上午的成交量比昨天上午差不多是萎缩了20%左右 另一方面,今天上午券商板块成交量只有195亿 按照这个节奏的话,那么今天券商板块全天的成交量应该会跌到400亿左右 北上资金今天上午是进入出22.39亿 目前北上资金还没有出现稳定的表现 从这里看,上阵指数后面往下的空间应该会比较有限 应该还是会维持在3200点的上方 但是让我们感觉不大好的是,现在互生四大指数里面 创业板指数走得有点难看 目前创业板指数在日线图上有向下破位的迹象 短线创业板虽然会出现技术性反弹 但是我们觉得创业板指数可能要在创这波调整新低以后 才能开始真正走稳 不过好的是,目前盘面上几大题材还是比较活跃的 所以有短线操作能力的朋友可以做一些短线的操作 操位上我们建议控制在5到6成左右 那么这是今天中午的节目 详细情况我们晚上再聊一下 谢谢